大家好,我是雙城新粉,我是選民兩國派香港人,我是負責人之一 馮華法官,其實剛才很多人都在糾纏,你有沒有答謝或議員的問題 如果是法庭,就叫他,是還是不是,就一句說 可惜這不是法庭,但都可以這樣問,是一聲,不是兩聲 馮華法官,你答不答到呢? 其實,他剛才是答左了,大家留心聽的時候他答左 他說的一定是不止TVB,ATV,LOW,KB,雙台不成 這些根據廣播條例,和電訊條例的機構 如果是的話,他一聲,兩聲,不是就答左了 後來,他就算扭了嘴了,他又說了兩個概念出來 一個概念叫做自行製作,一個概念叫做轉載 那就是說,自行製作那些,就算不是根據廣播條例,根據電訊條例 所發牌的全部機構,都有機會規管 那好了,如果你真的說,自行製作就有事,轉載就沒有事 九月選舉開始,香港人不好,就沒有自行製作的節目 我們全部都是做轉載的,是吧? 是! 我們可以去美國製作找人,即是其他人不認識那些 在後期Kumiki製作一個自由形象就可以了 你誰知道我在美國製作,在哪裡製作呢? 是吧? 你不要教掌他啦 教掌? 是吧? 我們,我們今天,九十九個星期,都不是來教你怎樣去立例規管 互聯網,而是很簡單告訴你 是不能管,很難管,叫你不要管 早點下班,或者你現在投降,就輸一半 其實是沒有理由的,很荒謬的 我們的法律,意識是沒有理由給你高 就正面打個比喻 我們沒有理由回去教我們父母生兒子的,是吧? 哇,你是佛家弟子來的,說這些話 意識怪異,但你都生過了 你還沒生過 你是法律的人士 怎會要規管一件事 是定義行先 你是會搞不清楚 規管哪一件事,哪一件事 是否管,是否管,是討論都不能討論 小學生變成比賽都要界定個論體,是吧? 他跟人都界定不到,他根本談到這十點鐘 都是談不到的 舉例,你要規管學校 那什麼學校就要講才行的 你不可以將定義無限伸延 凡在網上那些,你教主俗都叫學校 即是你規管妓院 那你不可以將定義無限伸延 你爸爸,你媽媽做完美婚家養都上去妓院 你不可以將... 你不可以將... 你不可以將無限伸延 又或者將無限簡法 一句講完 就好像你今次這樣,在指數文件那裡 加入那個說明就說 加入說明本,將第二部分的指引 亦適用於在互聯網上播放的電視及電台節目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這就是極端簡化 任意解釋為所欲為逃避責任事 是無法無添 即是往來做一個內法官 你根本就沒可能是被這本書出版了 根本 是浪費紙 是浪費我們今天的時間 我想告訴大家 所有極權政府都想用做一齊辦公共互聯網 包括用條例 包括用一些技術干擾 包括用很多骯髒手段 你有時候就干擾他找我給他做 我都破不到你的技術 我甘心靈體 你現在用一些這麼不清晰的條例 想來規復互聯網 我們是絕對不能夠容忍的 環顧全世界 上有對策下有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們是肯定能夠打敗你的 是嗎 是 下一位 在中間無法洗手的一位 戴武的位先生 請交到咪給他